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15号下午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近年以来 面对全球性动荡变革 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 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实现通车 打通一条两国互联互通的新通道 中方愿图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行稳致远 中方愿图俄方继续在涉及 主权 安全等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密切两国战略协作 加强在联合国 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 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 促进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普京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取得卓越发展成就 俄方表示衷心祝贺 近年以来 俄中务实合作稳步发展 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反对任何势力 借口所谓新疆 香港 台湾等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 为推动世界多极化 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做出建设性努力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 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积极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稳定 各方应该以负责任方式 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妥善解决 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应有作用